市長、副市長好,我這邊有四題來提問,我可能一題一題也問好了 市長第一個請教今天死亡41人,對比你昨天說如果要等PCR篩檢之後才能給抗病毒藥會死很多人 這樣狀況是不是已經開始發生了,那你怎麼看陳時中部長剛剛在中央的記者會上說 他擔心這樣子可能會有點病急亂投醫,而且他也針對侯友宜說,如果快篩羊全面是容確診給藥 那跟你的一樣是有7到15%的人會健康吃下EUA的藥物,他說如果有副作用,請問這個責任,醫療責任要誰來負責 你第一條是什麼,我跟你講喔,這之前已經講過很多遍,這個確診的那種曲線跟這個死亡人數的曲線 在台灣喔,我估計是在那個gap那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再解釋一遍喔 新冠肺炎一開始是上呼吸道的感染,他得到 那有人大部分也許在上呼吸道就解決掉 那有人會往下蔓延到會帳 而且也許再擴散變成多重器官的衰竭 但是那個需要時間 所以絕對不可以說今天確診明天就死掉 所以本來你知道喔,那個死亡的曲線就在確診的曲線後面 那是這樣啦喔 以韓國的案例,韓國到現在死了2萬多人 所以應該要這樣講啦,之前我們一直在公佈說中重症 我一直在說那個是會比實際的低,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就是說,比方說我們父母是確診案例嘛 那分子是那個中重度的感染人數 那因為父母變大很快,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上升嘛 那所以那分子變大速度比較慢 所以除起來的時候會比實際的偏低 所以要知道說,這個病中重症不多啦 第一點,但是不是沒有 再一點,你要是疫苗沒有打滿的話 得了還是蠻厲害的,我再先講清楚 再來是再講那個快篩癢,視同PCR癢是這樣 第一,我們在講說,那個開抗病毒藥物 它還是有五個步驟 第一,要有症狀 第二,快篩癢 第三,要符合適應症 比方說年紀多大,有那個免疫不全 第四,要排除禁忌症 因為每個藥一定有它的禁忌症 第五,那個藥物交互作用 就是說他如果本來要吃什麼藥 哪些藥要暫停 在吃藥的時候要先暫停 所以它是經過五個步驟 那麼這個今天這個為什麼被拿出來講 你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要 那個不能用快篩癢當作因素 一定要PCR 不是只有PCR癢,要得到法律認證 問題是病人太多 所以從快篩癢到PCR法律被認證 有時候拖超過四天 這個藥是這樣 發病五天真 所以是這樣 我就明白的問 就算陳時中不懂 你後面那一排 從張上淳、石崇良 一直到李兵演、黃立民 這個我們都是同一批老師交出來的 怎麼會這個有問題 我今天要講 如果在病例很少的時候 PCR馬上會出來 當然慢一天就算了 現在實際的狀況是 都卡住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馬上出來 所以再講一遍 抗病毒藥要開立 有症狀 快篩癢 符合適應症 排除經濟症 然後再解決那個 藥護教護作用 有些藥要先暫停不要吃 要符合這五個條件 所以是這樣 固然會有 8到15%的也許會偽陽性 但是他有先決條件 前面要有症狀 如果他完全沒有症狀 他根本也不用吃 所以一定到一定程度的症狀 才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題是這樣 這題不用辯論 這個如果是大家醫學專家來辯論 除非我跟你講 我就直接點名 我們那些所謂的 衛福部的醫療專家 你們把他出來講說 今天如果是缺藥 OK 那我們就如何讓藥更有效的使用 比方說 好這藥就換在醫院裡面 那如果是診所的話 全台北市只控在兩個核心藥局 你開他就這樣 這樣 因為我這樣藥不夠的時候 如果要分散到所有的藥局 所有的診所都有 會有問題 這我也知道 所以再 還有一點 一樣 成本效益 如果現在藥量不夠 我們可以限定說 80歲以上才可以 藥在多再降 75歲慢慢降 所以應該是這樣 如果是因為藥物不夠的話 第一 在前期可以最高風險的才用 比方說75歲以上才用 第二 那個除了醫院以外 診所開的藥 先集中在兩個核心藥局 大家不要不方便 去核心藥局 看怎麼可以送 但是如果現在跟我辯論說 什麼那個8到15% 拜託 我跟你講 我是有念書的